使用自然注塞的方法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选在 的时间来去做注塞 这样容易会让我们皮肤产生老化跟皮肤癌的风险 大家好,我是陈伟迪医师 美黑真的有这么难吗? 那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注塞剂的擦法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如果想要 晒黑晒美,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自然注塞 第二个当然就是人工注塞 自然注塞的优点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享受阳光 然后享受一下这个日赛的氛围 那如果你有忧郁的倾向的话 当然我就会建议你可能采用这种自然注塞的方法 那缺点的话当然就是 赛的时候有可能会忘记时间 所以有可能会有赛商的风险 另外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均匀赛的这个程度 所以有可能会有色差的现象出现 第二个方法就是人工注塞 人工注塞机的话有特殊比例的这个UVA跟UVB 甚至你有可能会差一些注塞油 所以不容易会有赛商的这个问题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赛的这个时间跟想要呈现的这个感觉 所以整个比例就会看起来比较均匀 能够赛出这种比较好的色素 不过缺点的话人工注塞的话 它会有额外的开支 日赛机的这个使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其实在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像是美国的话是不建议民众用人工注塞的机器的这个使用 巴西的话是严格禁止民众使用这个人工注塞机 我们人之所以为晒黑主要还是因为是阳光所提供的紫外光的关系 紫外光呢分成UVA、UVB跟UVC UVC通过我们地球的臭氧层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被阻隔掉了 造成我们晒黑的UV主要是以UVA为主 因为它的波长比较长 那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皮肤的真皮层 让我们的真皮层的黑色素细胞分泌比较多的黑色素 所以皮肤比较容易会有晒黑的这个效果 但是UVB呢它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 所以它倒的部分主要是在我们的表皮层 所以如果有过多的这个UVB的曝晒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的晒伤跟晒红的部分 想要好好的晒黑晒美的话 我们必须要得到比较好的这个UVA或者UVB的这个比例 或者是使用注塞剂 把UVB组合掉了之后呢 让UVA能够渗透入我们的真皮层 达到一个美黑的效果 注塞剂的成分主要是组个UVB 让我们皮肤不要晒伤 加强我们UVA的这个晒黑的效果 因此注塞剂呢 不单单只是注塞的效果而已 反而还有防晒 还有另外一个是防晒剂 防晒剂的主要是二腔肌丙同DHA的成分 它可以跟我们皮肤的蛋白质的氨基酸产生反应 让内黑素生成达到一个仿黑的这个效果 仿晒剂主要还是比较像是一个染色的效果 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使用这种自然注塞的方法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选在正中午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早上11点到下午2点 阳光紫外线这么强的时间来去做注塞 这样容易会让我们皮肤产生老化跟皮肤癌的风险 选在比较适合的时间呢 是大概下午3点以后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适当 美黑之所以要加防晒的成分 主要就是预防UVB造成的晒伤的效果 所以我们会选用SPF8以上的这个防晒 让我们不要有晒伤的风险 SPF8的原理就是延长8倍晒伤的这个时间 至于防晒的另外一个成分PA++ 会建议民众选用PA++细数较低的这个成分 让我们UVA的穿透到我们皮肤的效果更好 可以帮助晒出周色的肌肤 以持久性跟质地来说的话 助晒乳的部分它因为它质地比较像是身体主义 所以它会提供这个保湿跟滋润跟便便脱水 如果是助晒油的话 它是油的质地 所以它比较好推 保湿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 助晒里面比较会添加一些保湿的成分 让我们皮肤保水不干燥 当我们在助晒的过程当中 皮肤的水分都会被散失掉 那如果以助晒油它的这个保湿成分来讲的话 少部分才有一些保湿的效果 因此它会添加一些像乳柜 或者是补油 木果油等等之类的成分 可以延长助晒的这个效果 如果以防晒的这个观点来看 助晒乳 它的确它是有加上防晒的这个成分 因此助晒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有防晒的这个效果 但是如果是助晒油的话 大部分都没有特别添加防晒的成分 少部分的这个助晒油 是有加入这个低程度 SPF这个效果 建议民众就是要额外可充防晒乳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以强度来看助晒乳跟助晒油的部分 助晒乳的部分 它是加强保湿跟肌肤的滋润 所以它是一个温和助晒的反应 那如果是助晒油的话 因为助晒油的成分是有添加 弱氨酸跟油脂的部分 因此它可以增强助晒的这个效果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 助晒乳的好处就是它会注重过程中的肌肤的保护 像是这种抗老化或者是抗氧化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是助晒油的部分 因为它可以增强助晒的效果 缩短助晒的时间 让我们更快可以达到棕色的肌肤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皮肤的干净 所以一到两天前要温和的去角质 两到三天前的话要把身体的细毛去除干净 这样子做可以让我们的助晒 既可以均匀的涂附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在助晒之前建议民众不要做以下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做医美消关的雷射 也不要口服的A酸 也不要使用一些酸类的产品 或者是果酸换肤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处置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更更糟更脆弱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因为皮肤助晒后水分散失的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要加强保湿 第二件事情就是助晒后三到五天 要使用一些定色的保养品 第三件事情就是助晒后我们要加强防晒 不要让我们皮肤受到二次的伤害 助晒后也建议民众不要做一下刺激肌肤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泡温泉 或者是上温暖 让我们的皮肤受伤的更严重 也不要使用一些果酸去角质的产品 红斑性浪肠 九糟性肌肤 白斑 肝斑 或者是光布里 都有可能因为阳光的刺激造成皮肤的热脂烧害 如果要深层保湿 如果要深层保湿 也要有额外照顾肌肤的效果跟防晒 建议民众选用防晒乳 如果要实地轻盈 让助晒的效果加强的话 建议民众选用助晒油 但是不管选用哪一种产品 都建议民众 还是要额外添加使用防晒的产品 来让我们的皮肤不要受到伤害 可以理解黑的发亮肌肤的快乐 但是长时间曝晒脂外线 有可能会增加皮肤老化跟皮肤癌的风险 因此凡事不要过头 才能健康美黑喔 我又看到别的地方去 不是病人 讲错对不起 对不起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喔